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是公司运营不佳等等状况 都会来这边祈求 让运势扭转乾坤的法宝 究竟这个法宝有这么神奇吗 让许多的名人都慕名而来 现在我们赶紧来询问一下 现场的民众朋友 信众在法会前 然后就是联络了道场 她说什么呢 她说因为她的妈妈 因为可能是病痛怎么样 所以她妈妈昏迷 昏迷几处大概只有五 一定要帮她妈妈做行李登 结果到了当天法会一结束 没多久呢 她们就跟道场讲说 她说她妈妈醒过来 三年前做造成机之后呢 对 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有 已经开始有一点 所谓老人痴呆了 现在非常健康 记忆非常好 让我们的子孙都觉得非常高兴 这是我自己觉得说最大的 最大的收获 七星登当时就是由 这个诸葛孔林在山谷的时候 这个造七星坛啊 龟治元寿非常有名 但事实上我们在文献里面 也看到 中王当时曾经啊 这个快死掉了 所以由这个江泰东江子洋 帮她造生机 帮她点七星登 又把她生命救回来 那七星山道家文化园区 她在整个七星山里头 是属于什么样的风水宝地呢 哎呦 这蛮内行的 在这个整个道家的风水宝地的理论 一定要 左青龙 右白虎 前珠雀 后玄武 你看 我们从后玄武到我们的后靠 就是七星山这个大圣山 然后呢 前珠雀 我们的道场往前看 就是雪山 拉拉山 然后左青龙 右白虎 你看 这是像一个狮子 对 这边像一头像 像鼻子 像鼻子 就是塞到青 对 变成左青龙 右白虎 在这里过这个山口 从青山下来的这个水 对 能量水 龙水在这里过掉 所以这是财库 宝穴 金龙 土株 宝穴 所以 这是圣山的大地理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假设得到大地理 你就会得到这些神兽给你 无形中的护佑加持 给你赴家 所以小人就不敢过来 你看很多人得大地理的 是这首富级的 像香港的这个李先生 台湾的郭先生等 他们为什么气势那么强 就是他有赴家 天兵天才给赴家 天地人给你赴家 有一位信众是这样 他来点生机灯之前 他告诉我们说 因为呢 他是一个房仲 对 然后他最近业绩很不好 然后结果他就希望说 那我来点生机灯喔 所以他也希望能够 在龙外里面 看能不能让自己的财运跟事业更顺利 那结果他点下去之后 大概过了大概半个月吧 他就跟到场讲说 他说 诶 我所求的业绩全部都回来 还大标 还超标 一般像民众如果要点这个生机灯啊 像怎样才能点呢 我们必须要有你身上的宝物 变成一种晶片 植入在龙穴 比如说必须你的头发 头发就有DNA 指甲 指甲也是你身上的骨骼嘛 我不能取你的骨骼 取你指甲 然后你身上穿过的气味 因为龙才能闻到你的气味 穿过的衣服 当我们会几年的这些身上的宝物 会有我们的法师团 把你做成晶片 然后在一个翁里面 我们写你的宿文 就是你的愿望 然后经过一个团拜的科宜 你必须来请求神尊给你祝甲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拜土地公 拜山上这些龙神 天地宇宙的北斗七星 所以还有法师团啊 会给你做的这个仪轨 请天地所有神明给你保护 然后植入在龙穴 接下来将这个龙翁入到土里的龙穴 然后会经过我们日月精华 以及天灯的加持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像这个地方不能有树遮住 一定要得到白天太阳 晚上月亮 叫太阳太阴太极给你照 就是这样 那点生机灯啊 有没有一定要在什么样的时间 或是日期才能点呢 我们都选择像二月二龙抬头 土地公生日 大力 还有龙历二月十五 像太上老君生日 像正月十五元宵节 上元天官大力生日 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帮信众来做这个 照生机或点生机灯 当然像有家里重大事情 那当然我们会请求神尊啊 是不是答应愿意来救助他 这是另外我们再可以选择 对应他的两成吉时啦 看到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信众朋友 代表着我们阳密山江泰公道场 真的是神威显赫啊 如果您对于现在的人生 感到迷茫或是觉得想要消除业障的话 那一定要赶快来这边点个生机灯来加持 让你的人生加倍幸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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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